我看到一个非常单纯啊 非常纯净的啊 思维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些女网友的帖子和评论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呢 这个全心全意养女儿啊 我爸妈的这些年真幸福啊 这个女网友问呢 他说是不是独生女家庭的家长啊 父母都比较单纯啊 我真的觉得我爸妈好单纯啊 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他爸啊 他问他爸说这个 以后找不到像我爸这么好的男人怎么办呢 结果我爸妈说呀 怎么找不到啊 你爸这样的普通人多的是啊 再说我们又不贪心 只要一个就够了呀 再说一下啊 还有说这个女网友他妈妈呀 他说现在我才二十出头啊 我妈就整天畅想着以后帮我带孩子 我说打住啊 有没有都还不知道 就算有 孩子是我生的 那三岁以前 别指望我来养 还拖着你们一起养 好笑呢啊 这个我妈说啊 哎呀 做人还是不能这么自私 然后我的想法是 这确实是自私啊 但这个还好吧 这不是最基本的公平吗 然后呢 他就评论了啊 评论 他说感觉呀我爸妈就是过分沉溺在单纯的小世界里啊 觉得天底下都是好人 世界充满了光明啊 有时候我都觉得呀 我再不多长几个心眼啊 他们纯纯就是被吃干磨尽的对象啊 还说是不是独生女家庭的这家长都是比较单纯一点啊 因为本来生孩子就不太计较回报的类型啊 就很多女网友就开始负荷了 他说呀啊 有的说呀啊 是的是的 我就是独生女 我妈妈体证的工作清闲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啊 他说呢 要为我啊 以后住月子中心啊 再工作几年 他说他掏钱呢 让我以后硬气一些啊 我说呀 这个钱本身就不赶你出 然后呢 还有的 这个 女网友说呀 他说我对我父母打拳啊 一顿住住 女生生孩子身体伤害太大了啊 孩子本来就应该随母性啊 现在随父性呢 是生育成果被男性掠斗的结果 结果呢 我爸呀说呀 可以赶紧和你妈性啊 我没意见 我说呀 我对我父母说呀 现在男生太算计了 刚见面一两次 变着发打轻你家定 家境 结果我爸妈说 想太多了吧呀 别人男人那么坏呀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是被人卖了 还帮助数钱的那种 然后还有女生的妈妈说 我妈也好单纯 跟我说丢好就可以了 实在没有放K住我们家另一套 真的就很无语 然后呢 我看到这些评论里啊 就有很多啊 转发到评论里啊 就特别搞笑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啊 这些独生女的父母啊 是他们以为啊 他们的父母就真的有他们那么单纯啊 我就在想啊 如果这些独生女啊 不是女孩 是男孩 你再看看 他们的父母还有没有这么单纯啊 我觉得这年轻的女网友啊 太容易被这个父母的演技给骗到了 啊 独生女的父母之所以这么单纯啊 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任务啊 就把女儿嫁出去啊 才是他们最大的这个人生的成功啊 这是他们在父权社会自动背上的人生任务 他们只是被父母呢 当成任务 所以呢 那才必须以祈求的深大啊 心态来装纯啊 哪怕你就比较一下约父母对女媳的态度 和公婆对儿媳的态度 谁还不知道这两者的差距有多大啊 父母和父母的天然智商 请问能有啥差距吗 啊 还不是看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来自动调整自己作为父母在男权社会的心态吗 啊 男生父母啊 自动都觉得自己儿子呀占据了各种优势 当然要拽起来装起来啊 吊着脉啊 跟女儿生父嘛 当然都觉得自己啊 女儿占据了各种的劣势 不得不用这种以下求上的祈求心态啊 祈求女儿不要遭遇坏人和坏的婆家啊 因为这就是个男权社会 生了女儿的父母啊 都觉得自己说话不应期啊 心态就必须忍让啊 必须装唇啊 装善啊 装傻呀 冲愣呀 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 啊 否则女儿就烂在自己的锅里了 但是那父母固然是装唇 怎么有些这个女儿也这么傻 真的看不透你们父母那点的演技吗 啊 就没看看那些同事又有儿子又有女儿的父母 就是同一个对父母啊 他们又是怎么面对儿媳的 又是怎么面对这个儿子女友的 又是怎么面对女婿和女儿就是待定的这些追求者的 嗯 为什么同一对父母啊对待儿子的这种配偶关系和对这个女儿配偶关系会有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 两副心态呢 这是什么原因大家没有想过吗 所以就不要相信父母什么多么纯洁啊 父母啊就是一种啊叫花子讨化缘啊 化缘拿着个波啊 叫饭花子 要饭的心态啊 求着屌子们快赶紧收留收留他们女儿吧 他们看看他们的女儿 看看他们这对父母啊 多么的纯洁 多么的善良 多么的好骗啊 混那屌子赶紧 就便宜着把自己的女儿给卖出去 就这种心态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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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